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吃肉 因為 有吃肉 我有感受到 因為 有力 有精神 所以等一下 盡量不要讓大家睡著 好 不可能喔 你也不要這樣 給我一頂面子 真的喔 你這樣給我補充我是開心 我來先問問 在場的各位啊 是看我們的 報章雜誌跟廣告來的請舉手 網路 報章雜誌網路就是自己來的 才有地位喔 厲害齁 自己來的齁 在台灣民政府以前 幾乎是很少 為什麼很少 因為基本上台灣民政府以前 要上媒體新聞齁 廣告 是很不容易的 被打壓 可是在最近 這一年來講齁 整個局勢的轉變 媒體對台灣民政府的 這個認同齁是越來越高 所以 現在這幾期 都會有很多 是自己來的 這個我們是 非常非常高興的一件事情齁 那再來 被逼來的請舉手 不是出於自願的 可以偷偷的舉手 如果旁邊那個人 會打你的頭的話齁 你可以偷偷的 舉伴手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每一班齁都一定會有 為什麼 不可能沒有的啦 因為我都是被逼來的齁 我當初呢 是被我媽媽逼來的 怎麼逼我 一開始我們隔壁的阿姨 就先跟她講 欸 我跟妳講齁 台灣齁 要變天啊 要換政府啊 然後我媽聽聽之後 就跑來跟我講 嘿 我跟妳講齁 隔壁的阿姨 跟我說齁 台灣要換政府耶 你不要是 喔 你不要說啊 你讓人騙了啦 我跟我媽說齁 哪有可能 如果是在場的各位 你們聽到的時候 你認為有可能嗎 不可能齁 不可能齁 我也這麼覺得啊 啊 結果齁 我們隔壁的阿姨齁齁 過了一陣子 不死心 又跑來跟我媽講 欸 不然齁 我們有那個州辦公室 你帶妳們女兒齁齁 去看看 齁 去瞭解一下齁 是什麼東西 啊 我媽回來再跟我說 我說我沒有空 我沒有興趣啊 政治很黑暗啊 我們好好過生活就好了 我們不要去碰 是不是大部分人私藏心態 再加上我這個年紀 是不是處於政治能感 是不是 大部分年輕人是不是都政治能感 不會太關心國際 國民黨民進黨 打的你死我活 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們除了學運的那些學生啊 不過他們是讀政治系的 可是大部分的人啊 不會太關心一些國家事務 這是很正常 所以我就跟我媽講 不要去啦 可是齁 我媽就堅持要去 啊 我就怕他給人騙 你知道嗎 我想說 好啦好啦我對他去好了 去看看 結果講完之後出來 我媽問我 你聽到怎樣 聽到怎樣 我從小到大讀書齁 我第一次聽過流亡政府 是不是 有人會教你 中華民國會不會教你說 他是個流亡政府 不可能 再加上我對政治也沒有興趣 所以我第一次聽到 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我就跟我媽講 她在說什麼我聽不懂啦 講了一篇漏漏噹 我聽不懂 然後還跟我講說什麼流亡政府 沒有感覺 然後 又不了了之了齁 結果 還好歸功於我們隔壁的阿姨齁齁齁 完全的不放棄齁齁 過了一陣子她又來了 欸 你今年差不多要去上課啦 上什麼課 初級班 我媽回來就跟我講 她又開始了 你去上課啦 你去上課 才來跟我說齁 看齁是真的還是假 我賣啦 你自己就不去上課 叫我去上 這樣對嗎 我媽告訴我齁 沒有啦 你先去上課 因為我齁 我聽不懂 所以說齁 你去上課 上課之後才來跟我說 我媽媽是柔性勸說齁 硬性的手段 從早到晚一直給我努 我就齁 到最後我實在是 最後是這樣 U好了 好啦 好啦 完成你 這陣子一直煩我這件事情 的一個願望 我就去上課了齁 我就來上初級班 三天兩夜 請問 當我初級班上完的時候 我踏出這個門口 請問我相信了沒有 相信 相信 我告訴你 我從初級班上完之後出去齁 我就有滿腔的熱血 我就相信了 怎麼有單純嗎 我是很單純耶齁 因為我很認真的上課 我聽聽齁 我覺得欸 這個歷史跟我小時候 長大學的 欸真的不一樣耶 研究了一下齁 我就相信了 我相信了之後 我就抱著這個熱血 我就去跟我朋友講了齁 初級班上完而已喔 我就跟我朋友講 然後講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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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之後 然後喔 還拿那個文宣喔 給他看 隔天 他就打電話給我 他就說齁 欸 炎天宣 我實際你齁 十幾年了 你的構成我糟了解 你絕對讓人騙了 齁 這句話齁 很熟悉齁 好像是我們跟我們媽說的齁 我說 你也不要這樣耶 為什麼 我太了解你了 你很平大 你一定沒有上網去查對不對 欸 答對了 可是我說我不是懶惰啊 然後他就說 網路上已經寫了幾百篇 都說台灣民政府是詐騙集團 你還去參加 他講的有沒有錯 欸 好像沒有錯齁 我就跟他講一句話 我說齁 這樣齁 你比我還要說 為什麼 因為 因為 台灣民政府 成立幾年 不是一年兩年的事 對不對 可是成立這麼多年啊 台灣民政府裡面的精英 不在少數耶 博士 律師 老師 醫生 碩士 一大堆喔 每個人的學歷知會 都比我還要高耶 啊他們會相信了 他們會去探究的問題 還輪得到我來問嗎 然後如果我有問題 我相信裡面絕對問出來就會有答案 我講的對不對 所以我就說我比你聰明 我沒有花那個時間齁 再去看些什麼 我就跟他講 一件事情一定有正反兩面 你只看到了負面 你沒有資格來評斷這件事情的對跟錯 但是我除了看到負面之外 我還看到了正面 我是不是才有資格來判定這件事情的對跟錯 是不是 本來很多人 一生 集起一生喔 你會遇到多少次機會改變自己的人生 這是很難得的事情 但是你願不願意給自己的人生一次去看的機會 這個就是重點 你連看都不看 你只看到負面 你就相信負面 那是他比較聰明還是我比較聰明 其實我也不是比較聰明 我是和我麻痹的 所以啦 後來我家人也都來上課了 再經過這個過程 我朋友還有問我一個問題 好啊 你說是真的 你有沒有看合約 你對合約了解多少 就金山和平條約的第二條 日本已經放棄台灣的澎湖的名利請求權利了 主權 那為什麼你還說是日暑美戰 欸 我怎麼回答 我跟他說 我下禮拜高級班上完我再告訴你 不好意思喔 我只上完初級所以我沒有辦法回答他 法理他很深奧 他不是齁 你聽一兩節課或是很多節課你就有辦法理解的 所以我們是不是有一本新台灣論 我有看到有同行有買了齁 所有的答案都在裡面 我進來台灣民政府出高級上完之後 我還是有點懵懵懂懂 就有人鼓勵我去考俊手 大家知道俊手是什麼嗎 滾手 他是一個類似像現在的縣市長 的一個位階 我們的9月5號齁 還有一次的俊手考試 我希望在場的各位同行可以把握這次機會 尤其是年輕人 能夠考齁就去考 因為俊手 將來就是俊手 資格他才能夠做俊手 然後復知識知識 他可以擁有人事權 所以我們現在齁在人才短缺上 我是鼓勵各位年輕的 盡量把握這次機會 還有一兩個月的時間嘛 你可以現在讀 摸看摸看 然後 考俊手的時候去試試看 考考看好不好 試試看 當你去考了俊手之後 你就會發現 很多的法理的問題 不用別人跟你講 你看完了之後齁 我跟你講你就有答案了 你的法理就很強了 因為法理的深奧齁 不是人家用嘴巴跟你講 你就能夠貫通的 所以 我們的原告才會是秘書長啊 他讀了齁 疊跟人一樣高的 那麼高的原文書 才找到台灣國際地位的答案 所以說齁 我現在今天我在講的是 台灣的歷史的軌跡齁 我希望帶大家來看看 為什麼台灣現在的文化 還有過去的歷史 是哪裡不對 對 我們來看看 有看過這一張 這個地方嗎 知道這個地方是哪裡嗎 台灣 台灣的地圖長這樣嗎 分成三小塊 在十三十四世紀的時候 歐洲人稱 FORMOSA是一個美麗的意思 當大航海的時代打開的時候呢 他們呢 就開船開開開開開 開到這個島嶼 哇喔 那這麼漂亮 他們就把FORMOSA這個美麗的意思 賜給台灣 所以這個地方是台灣 可是為什麼長這樣 因為早期的航海圖的技術不是很完整 所以畫出來齁有一點錯誤 可是這是我們最早期的航海圖齁 台灣的航海圖 所以FORMOSA是美麗之島的意思 意思就是台灣 大家都知道吧 美麗之島的意思齁 猜猜看 最早活動於台灣的外來民族是誰 荷蘭 原住民 原住民就是現在的高砂族齁 他是原本居住在台灣的住民 那外來民族呢 日本 西班牙 荷蘭 正成功 哇 你看看 很多答案齁 結果是誰 日本 十三十四世紀的時候啊 日本人已經在FORMOSA這個島上活動 一直到1633年 德川怒斧的索國政策齁齁齁齁齁齁齁 所以日本至少比中國提早了300年以上 在台灣這塊土地居住跟活動 这个历史都有文献 可是在我们大部分的人的认知里面 都是提到的西班牙 葡萄牙 荷兰 对不对 那是我们所学的历史 从现在开始 你要放大的去检视 你所学的历史 跟真正台湾的历史有什么不同 因为刚刚讲到的荷兰 甚至他要来到台湾 这块岛上做活动 他都每年必须要向德川幕府 日本的德川幕府 进贡三万张以上的鹿皮 才得以或许进来台湾这块岛屿上做活动 所以日本是最早最早 就在台湾活动的外来民族 所以大家知道 荷兰为什么要来到台湾 他算是第一个比较有制度性的 来控管台湾的一个外来民族 那他为什么要来台湾 因为西方跟东方 西方的国家最喜欢东方国家的什么东西 瓷器丝绸 对不对 瓷器丝绸对于欧洲人来讲 相当于他们的黄金 这么有价值 所以当荷兰欧洲崛起的时候 他们想要分这一杯羹 那荷兰他要占据一个地方做转运站 他一开始是选澎湖 可是澎湖离当时的中国 当时是大明国太近 他觉得有威胁 就出兵把荷兰赶走 然后结果他要选第二个的时候呢 他就想说 那选哪里 台湾 选台湾 选择台湾做 经济利益的转运站 请问 荷兰会好好的 对待台湾的人民吗 会不会好好的建设台湾 不会 因为他只是为了利益 来占据这个地方 他根本没有想过 要好好的发展这个地方 更何况 来对待里面的原本的居住的人民 所以有没有听过红毛鬼子 有 就是指荷兰 所以红毛城有没有去过 有 在淡水对不对 那是他们盖的当时的军事基地 然后勒兰赫城 就是现在台南的安平古堡 所以他们遗留下来的古迹 大概是这样 所以他们基本上 没有对台湾有什么建设 也没有好好的对待台湾的人民 所以十六十七世纪呢 台湾呢 已经奠定一个 重要枢纽的地理位置 因为中国啊 一直到这个时间点 他都还没有去发展他的航海 他还是处于锁国的政策 因此 这会造成 以后的什么事件 因为 中国跟台湾的文化上的落差 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来接管台湾的时候 造成了很悲惨的历史事件 对不对 这个都是有原因的 台湾很早很早的时候 就接受西方的文化的洗礼了 所以 十六十七世纪的时候 当时的中国和民族 还不知道地球是圆的 他们可能还认为是一直线的 然后也不知道 外面的海的世界有多么的辽阔 还认为台湾很远 这里 到这里 大家觉得 有没有跟你原本 从小到大读的历史 有点不一样 稍微有点不同 对不对 从现在开始 希望大家可以打开你们的心 然后你去听听看 中华民国流亡政府 到底是怎么去捏造 台湾的历史 For Mosa 我们大概 台湾的一个政权的转移 1624年日本让与荷兰 1662年荷兰让与政成功 1683年正式王朝让与大清帝国 1895年大清帝国让与日本 1945年4月1号 日本正式将台湾编入国土的一部分 1945年10月15 因为日本战败被中国人占领到今天 到现在 这是我们台湾大概的一个大祭祀 我要下一张 谢谢 来 我们来问一下 荷兰东印度公司 也就是荷兰 当时在占据台湾的期间 请问它有没有拥有过台湾的主权 有没有 没有 好 请问为什么 有看到它的领土范围吗 荷兰占据台湾的期间 它没有有效的控管台湾所有的领土 所以它没有拥有过台湾的主权 有看到只有一部分对不对 所以它没有拥有过台湾的主权 那把荷兰赶走的是谁 郑成功 那郑成功 有没有拥有过台湾的主权 有没有 没有 为什么 因为它的有效领土管辖范围 有没有看到红红的一点点 它也只有一部分而已 因此它也没有拥有过台湾的主权 可是郑成功为什么要把荷兰赶走 解救台湾人民吗 是吗 那是为什么 为什么 反清复明 反清复明 对不对 啊为了要反清复明来占据台湾 请问 它会好好的对待台湾的人民吗 不会 是不是有目的性的 那会好好建设台湾吗 不会 反清复明的无钱啊 还来建设台湾 所以 到郑成功也没有好好的建设台湾 那郑成功之后是谁 谁把郑成功赶走的 大清帝国 反清复明结果又被 又被赶走了嘛 失败了 当大清帝国在1683年占领台湾的时候 有没有看过这张地图 有没有 这个地图是哪里 台湾 西半部 为什么只有一半 这张地图的意思就是 当大清帝国 占据台湾的时候 请问 大清国有没有拥有过台湾的主权 原因是什么 因为它的有效管辖范围 一直到1895年 对大清帝国 对台湾领土有效管辖范围 不给予Formosa的权岛 仅限于西半部的六个汉人屯肯区 所以 它也没有 完整的拥有台湾的主权 可是 请问大家知道 大清帝国占据台湾多久吗 212年 212年这么长的时间 为什么它不把动办部收服 有没有疑问 一个问号 奇怪嘛 交通可以克服啊 200多年 算是经历过一两代哦 这么长的时间啊 它为什么 不把整个台湾都纳为它的所有 原因在哪里 原住民高沙族 就只有单单的这个原因吗 大清帝国所认知的台湾 是什么样子 化外之地 对 当时 把正成功赶走的是谁 狮狼 当时他把正成功赶走的时候 大清帝国的皇帝说 我不要台湾 台湾是个宝岛我先认识 因为我们刚刚是不是有讲 河南有没有好好建设台湾 没有 正成功有没有好好建设台湾 没有 那请问台湾 一直到大清帝国来占据的时候 它还是一个很荒芜的岛吧 没什么建设嘛 没什么发展 所以大清皇帝觉得 我感觉那没好 又理我很荒芜 建设要不要钱 然后派兵管理要不要花费 要不要薪资 要不要人力物力 我感觉很麻烦 我不想要台湾 所以当时在大清皇帝的认知下 我觉得台湾对我来讲 很麻烦 所以我不要 可是施郎跟他讲 我告诉你 皇帝我跟你建议 你一定要把台湾站领起来 因为又有人反清负民怎么办 那皇帝说 可是我不想花钱啊 那怎么办 那他就跟皇帝讲 我跟你建议 你用班兵制度来控制台湾 什么叫班兵制度 台湾仅是弹丸之地 得也好 不得也好 荒芜的画外之地 但是 施郎跟皇帝讲 文官 你用三年为一任 然后 我们讲啦 他为了 不要让文官 跟台湾当地的人民 集结在一起 又反清负民 他就把 这些官员的家属 全部都扣押在大清国 扣押在中国 不让你带去 然后再利诱 你如果 在台湾当完三年的官回来之后 我就帮你升官又加薪 让你不会留恋台湾 然后这样的条件 让他来到台湾做官 然后呢 他来 你想啦 当时的海运不发达 来回啦 我们扣掉个半年好不好 来到台湾 你是不是要熟悉台湾的地理文化 让你一年好不好差不多 当你要写个计划报告书的时候 不好意思 你要回去了 那 你会不会好好的管理台湾 会不会好好对待台湾的人民 不会 不会 皇帝说 那当兵呢 兵呢 司郎说 你就 召集中国大清国原本的无业游民 没工作 都出来 也是用三年唯一任 颁病制度派去 那请问 以这样的数值再来到台湾 会不会好好的对待台湾人 不会 会不会建设台湾 不会 还有一个台湾不足成 什么叫台湾不足成 我没要花钱啦 你那个县政府市政府 我都不要给你盖 建设都不建设 所以因为这样的搬兵制度 三年一小返 五年一大乱 是大清国在占据台湾的 212年当中 不断发生的情形 这样的情形啊 发生 两百了一十二年 所以 为什么他没有去东半部 有没有看过 看过赛德克巴莱 我们的高沙族 有没有很应用 你只要进来我的猎场 我就杀头 对不对 可是 除了这个原因之外 是不是因为 大清国的皇帝 根本没有兴趣 我不要花钱 我不要花人力 我不要花物力 我根本对你的东半部 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只要能够 大概控管里面的人民就好了 不要有人在反清复明 这样的大清国 这样的中国 你觉得他是你的祖国吗 现在台湾很多的人民 还认为 中国是他的祖先 是不是 是吗 他是什么时候来的 在郑成功之后才来的 他为什么会是我们的祖先 他为什么会是我们的祖国 然后他从来 212年 他从来没有取得过 台湾完整的主权 意思是什么 大清帝国一直到 1887年才完成 台湾的剑神 换句话说 大清国在占领 我们的FOMOSA西半部的时候 204年后才宣布 台湾要纳入他的版图 请问有没有纳入成功 有没有 没有 因为他的有效领土管辖范围 台湾是不是一半而已 不是哦 我们台湾是完整的对不对 他的有效管辖范围 没有给予我们FOMOSA的全岛 所以即使他把台湾要纳入 他的领土之一 也是不成立的 因为他没有有效的控管 我们的东半部 所以 请问各位一个问题 台湾有没有属于过中国 有没有属于过大清国 没有 台湾从来就没有属于过中国 更何况中国跟大清国 已经是两回事的世代了 所以台湾从来就不是 中国的一部分 这样了解了吗 但是我们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们被冲击到什么 文化 大家知道哦 我们最早最早平谱族跟高沙族 彼此之间是不是一个社一个社一个社 为什么台湾啊 这么可怜 外来的民族来侵犯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会被统治 然后又换别人又被统治 为什么台湾人从来没有成立过自己的国家 你们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台湾从来没有成立过自己的国家 是因为我们没有共同的语言 共同的文字 共同的文化 每一个每一族 每一族之间的族语是不是都不一样 阿美族啊 泰雅族啊 有没有 所以我们很早期的时候 虽然我们就有原本居住的住民 就是现在的高沙族 但是呢 他们彼此之间没有共同的文化 没有语言 没有文字 没有书 他们只有什么 代代相传灵魂不灭的传说 他们都是用口耳相传的传说 在告诉他们的下一代 传承他们的历史 因此 未来的民族 如果随便来一个很有制度的 是不是马上就控管了我们 是不是 这样有没有很容易就被控制了 所以 还有什么 我们现在的高沙族 大部分都是信仰什么 基督教 为什么是基督教 大家有没有想过 我们是不是都有出过国 或者是你了解国外 譬如说像日本美国 美国都信仰什么 阿们 基督教 天主教 然后日本都信仰什么 神社对不对 都是祭拜神社 可是 为什么台湾 台湾信仰什么 佛教 道教 基督教 儒教 有的无教 什么教 有的无用 对吧 为什么一个正常的国家 大家有想过吗 一个正常的国家怎么会文化 这么不一样 这么不一样 摩门教 摩门教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台湾 非常非常早期的时候 我们就受到了荷兰的影响 西方世界的影响 对不对 当时 荷兰虽然没有好好的控管台湾 管理台湾 治理台湾 但是他有一个通商跟传教的重点 所以他当时呢 将所有的高沙族的长老 全部都叫他们信仰基督教 所以我们现在高沙族 大部分都是信仰基督教 然后 有了这一层文化之后 再来我们进入了 大清国占据的时代 212年长不长 很长耶 这么长的时间内 它会影响什么 我们刚刚 吃完什么 肉脏 刚过完什么 端午节 端午节 中秋节 春节元宵清明中原七夕 请问这么多的节日 是台湾的原本的节日吗 不是哦 不是哦 我们认为它应该是我们的节日 结果不是 有没有一点点冲击 诶 都不是 从来没有过 为什么 刚刚有讲 原本居住在台湾的高沙族 我们原本的著名的文化是什么 我们没有文字 没有书 我们只有代代相传灵魂不灭的传说 所有的 你现在所认知的你现在所认知的中国的节庆全部都是大清国后来占据台湾所影响的文化 所带来的文化 所以它不是本土台湾人原本的节日哦 我们得了解这一点 所以秘书长有讲 台湾民政府执政的时候 我们可不可以创造属于台湾人的文化 我们将东西方最好的制度来运用在台湾 将东西方最好的文化来运用在台湾 如果现在地球几乎快毁灭了 那如果呢 真的啊 差不多啦 我看那个大气层应该差不多了 那在快毁灭之前 如果我们烧香烧精子 会破洞 大气层会破洞 我们以后如果把它改成鲜花 是不是也很美妙 很好 有环保的概念 哦 那真好 所以你要想思考说 什么东西 不要 它不是我们属于台湾人原本的文化 不好的 我们都可以改掉 我们可以创造属于台湾真正的文化 好不好 所以 这样子的文化 大家要有一个概念 要了解台湾从以前到现在 真正的历史是什么 所以我们被冲击的文化 最早期 我们的文化没有文字没有书 只有代代相传灵魂不灭的传说 然后呢 荷兰统治的时候 传了基督教 再来 大清国来到台湾的时候 带来了中国的文化 这样集体潜意识会叫成很可怕的事情 我相信 我相信在场在座的各位啊 当然是为了200万美金来 当然是 是 开始都不晓得 对 因为您是自己来的嘛 对 可是啊 现在哦 我们所希望的是 如果你这辈子真的有那么一点点的机会 你能够改变你的人生 来为台湾这个社会 做一点点有意义跟有贡献的事情 但是上辈子我们有少好兄弟 认同吗 认同吗 好 谢谢 好 所以 各位啊 现在能够坐在这里啊 基本上 你们都 成功的哦 抗拒了这个魔咒 很可怕的魔咒 再来 我们有没有看过这张合约 1895年 大清帝国皇帝正式将台湾及澎湖永久割让给日本天皇 当时发生了甲午战争 签订了日称下官条约 也就是所谓的马官条约 在这一个条约当中 大清帝国皇帝陛下 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 签订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 澎湖列岛及北尾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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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这张看起来很像什么 土地全壮 对 这张像不像土地全壮 从 这一张条约之后 一直到今天 没有任何一个条约 有再将台湾及澎湖给割让出去 我们所有的土地全壮 签了这一张之后 到至今为止 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条约 有再签土地全壮 将台湾跟澎湖给割让出去 所以 台湾跟澎湖现在还在谁的手上 日本天皇 台湾跟澎湖现在还在日本天皇的手上 这个条约 土地全壮 签给日本之后 我们进入了什么时期 日治时期 大家知道 其实我在上课的时候 我自己是有一个疑问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 我那时候就觉得说 你们台湾民政府的老师 都讲说 日本啊 对我们台湾啊 有多好多多好 可是 在我的记忆里面 我们好像 有抗日耶 有没有 有没有 啊 为什么 因为后来我才了解 原来我们的日治时期分为三个阶段 前期大约二十几年 中后期大约三十几年 这样加起来 日治时期我们几年 五十年 所以前期啊 是怎么一回事 前期就是当时的五官总督后腾新平 他来到台湾的时候 他用殖民主义严密的控管台湾整个社会 有看到这有没有 这是啥 啊这是啥 第二个 第二个倒菜兜 有看过没有 用第二个倒菜兜 把日本兵打 这样贏会输 会贏吗 绝对输的嘛 那哟哟的说不定那个菜兜就背出去了 因为第二个倒菜兜 打日本会输 可是 当日本接管台湾的初期刚进来的时候 就死了三四千个人了 啊不是我们打赢的 是怎么死的 气死的 生病 是生病死的 是水土不服吗 不是齁 因为为什么 台湾啊 太脏了 哦 有够垃圾的 有什么 经过荷兰 正成功 大清帝国的统治之后 台湾还是非常的落后 跟脏乱 日本有没有很干净 有齁 当他们带他们的兵来到台湾的时候 马上就死了三四千人 那有厉害吗 我有厉害吗 不战而胜 所以齁 我们用脏乱打败他了 但是呢 当时啦 台湾人民还是有主义民军对日抗战 所以有很多我们记忆中的一些抗日行动 所以 他们呢在日本在计数台湾的民族的时候 是用 是可杀不可辱的台湾民族的计数的齁 所以我们血里面都留着非常的战士的血统喔 可是我们来讲 欸这个后腾心平啊 他来控管台湾的时候 有过 要有没有公 有 可是后腾心平齁 他刚来到台湾的时候 他发现一个问题 大清帝国他 控有效管辖范围 是不是只有台湾的西半部 欸他来到台湾说 你掛给我啊 东半部咧 东半部没有你控管过的痕迹 他就提问 那要怎么 美国就跟他说 我跟你说 你要像我们美国一样 用武力征服印第安人 一样的征服他们 因为他们是属于一个 还没有完整的部落嘛 民族 所以你必须用武力征服他 之后 才会成为你有效的领土管辖范围 因此 在前期的五官后腾心平的时候 他就针对这一线 因照万国公法跟国际战争法 用武力征服 东半部 把台湾 整个领土有效的管辖 有看过赛德克巴莱吗 对不对 是不是他们都去砍那个木材 有没有 所以这就是当时 整个把台湾有效领土控管之后 实施了很多的政策 在场的同心 有办台湾民政府身份证的请举手 还没下来齁 还蛮多的 请问你们办身份证的时候呢 要叫你们去申请什么 日治时期的户籍腾本 现户的 那为什么不是申请大清国时期 没有喔 没有啊 因为 当他这个时间 他才做了什么 户口普查的动作 他把台湾的家家户户 有任何人 有任何人 都处理得清清楚楚 所以 台湾到现在 都还在沿用日治时期 那时候所做的户籍腾本 所以我们要申请的是 日治时期的户籍腾本 因为他做了这个动作 所以大清国有没有把台湾人当人 他没在乎过你们有多少人 他不关心 不在乎 一直到了日治时期的时候 才做了什么 生物学科学农业工业 卫生教育交通警察 开发喔 一直到了1904年的时候 台湾的财政已经完全可以自主 无需日本的中央补贴 甚至一些公共建设 比日本的内地还要先进 例如什么台北的下水道 当时的覆盖率是亚洲第一 亚洲第一 有没有突然觉得台湾从 用那个脏乱可以打败日本兵 一直到这边 进步很大对不对 有没有很厉害 这样子的财政自主代表什么 刚讲荷兰 正成功 大清帝国 都不想要花钱建设台湾 我们要跟他们讲 你们没有眼光 台湾是个宝岛了 一年三艘物产丰饶 这么好的地方 你不好好的建设 傻子 为什么 当台湾可以财政自主的时候 就代表我不需要在日本来补贴我 我可以独立运作 我成为一个国家 但是呢在第二次事件大战的时候 台湾的稻米的产量 还可以当作日本的大米仓 这样有厉害吗 台湾是鱼米之乡 一年三艘物产丰饶 只是你没有把它好好开发 是不是 所以 这是非常的重点 到了1904年 我们的财政可以自主的时候 这时候表示台湾已经发展到 一个很有规模的程度了 然后呢 田建智郎为中后期三十几年的文官 当他来到台湾的时候呢 跟当时的首相袁靖 他们说 我感觉台湾 真的是一个好地方 我想要给他纳为我的国土 好不好 可是啊 纳为我的国土 依照万国公法跟国际战争法 他必须先做 黄明化运动 内地延长主义政策 要有什么 共同的语言 共同的文化 共同的效忠对象 所以我们的长辈有没有学过 他有的哦 有没有 这就是黄明化运动 他的内地延长主义政策 从日本琉球 然后到台湾 延伸成为他的国土 他做了这样的主义政策 所以废止了很多的刑罚 然后通过日台共学 任用八田雨衣 八田雨衣 大家知不知道他是谁 很厉害的一个水木土木工程师 没有他哦 台湾没有今天的鱼米之香 任用很厉害的工程师来建设台湾 台湾啊 你想我刚刚讲的 荷兰正成功 大清帝国没有好好建设台湾 什么时期我们建设起 怎样的台湾才有可能 拥有以后的 亚洲四小龙跟经济奇迹 在什么时期 日治时期 日治时期才有可能去建设到这样的 为什么 八田雨衣哦 你想 蒋经国的建设是几年建设 十年建设 对不对 日本的建设没有十年二十年 他画一张建设蓝图是几年 一百年 一百年有故吗 台湾到现在 还有很多的建设蓝图 都是沿用日治时期的建设蓝图 所以八田雨衣 一个深爱台湾的日本人 一个震撼亚洲的伟大工程 哇厉害 有没有去过乌山头水库 有去玩过啊 有看过这个雕像吗 他就是八田雨衣 他坐在那里 然后用去湾在土壘 然后看着台湾的这块土地 他在想 我如何啊 能够啊 让这些水 年延数万公里 来灌溉台湾的稻田 因此他成就了什么 迦南大郡 乌山头水库 台南水道 桃园大郡 这些都是日治时期很重要的水木开发的工程 乌山头水库甚至是什么 当时世界第三大的水库 世界呢 这样有厉害吗 很厉害喔 台湾喔 当时的日治时期的建设 短短50年而已 可以发展到这样 是非常了不起的 我有时候读完之后 我都会觉得说 如果我们喔 不要被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统治 你觉得台湾现在 会只有这样而已吗 那个喔 没有钱就去外面 去修马路有没有 所以 建设真的非常重要 为什么会缺水 台湾是 一年山收 物产风饶的国家 不太可能缺水喔 就算现在天气变化喔 暖化喔 台湾 的地理位置 还是不太会缺水 为什么会缺水 知道我们现在的水库啊 那个淤积的淤泥啊 大概挖一百年你都挖不完 挖一百年你都挖不完 本来你可以 一个水库可以儲藏这么多的水量的 结果现在只剩下可能一半或三分之一 不缺水才怪 怪谁 我不是讲乌三头啦 怪现在的政府喔 你有没有办法喔 这就是以后 台湾民政府执政之后 在场的各位官员喔 你们都会参与到这个活动 如何建设台湾 如何建设台湾喔 奠定台湾的经济奇迹 所以我们台湾的经济奇迹 是中国创造的吗 什么时期来的 日志时期来的 当时的交通运输方面 南北的重贯铁路 还有 邮轮港口 机场 台湾全台的发电力 水力发电火力发电 资讯传播网 有效的资讯传播网 有没有觉得 到这里的时候 台湾好像才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喔 台湾到这时候才像是一个国家 因此 流亡政府 中华民国 他都还没有建立喔 台湾已经比贫穷落后的中国 进步一百年 有一百年以上的差距 你想 我们这样进步的人 民的素养 这样的建设 然后再被比我们落后一百年的人 来统治我们的时候 不发生惨剧才怪 各级的行政司法机关警察系统 互政制度农会系统 财政 金融财政体系及普及全岛的初级教育 普及全岛的初级教育 有多重要 如果今天你有普及全岛的初级教育 我现在请你在路边大小便 你会不会做 不会喔 会感受对吧 那个是因为你有读书 你有教养 你有一个素养 可是有没有发现现在新闻常常在看中国人很喜欢在路边大小便 有没有 有足不足足的有没有 想做中国人吗 不要喔 有点可怕喔 所以当时呢普及全岛的初级教育 让台湾所有的人民有到达一个 水准喔 有到达一个素养 有没有看到这群学生在干嘛 贵则在干嘛 贵则在干嘛 讀书 培养什么 日本当时的什么 武士道精神 有没有 这样的武士道精神喔 会造成 当台湾没有政府的时候 这个精神就发挥作用了 有没有看到这群学生 每个人都有穿鞋子 有没有 很可爱很整齐 我妈喔 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 她就跟我讲说 诶 你那当时啊 有鞋子堂青 我突然的时候 又没有鞋子堂青了 我说 你没这么老啊 你应该是日治时期之后生的吧 对不对 不可能我再说 我就跟我妈讲说 那你的时期是什么时期 我说我小孩的时候 差不多就是 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来台湾没多久 那表示日治时期的时候 你有鞋子可以穿 等到 我妈读书的时候 没有鞋子穿 这样的经济是进步 还是退步 这样的经济是退步 这一张 是日治时期啊 我们成立 由台湾人去就读的 学校 然后呢 我们打赢了 日本的棒球队 何颖留念 但是这又代表什么啊 这个代表说啊 当时的 台湾的状况是 人个人人齁 吃的肉 穿的烧 还有时间去 打棒球 当你吃不饱穿不暖的时候 你有办法 去做其他的休闲娱乐吗 没有办法喔 你可以发展 其他的艺术文化吗 没有办法 所以你一定是 台湾的经济是非常的稳定 人人吃的饱穿得暖的时候 你才有办法去发展其他的文化 这个沉沉坡喔 蛮多人认识他的 他算是很有名的人喔 当时的话在日本地展都有入选 可是他后来怎么死的 等一下会跟你们讲喔 有没有看到 1895年大清国治理212年下的台湾 日治时期50年后改正的宽敞道路 哪有差不 那你看到有感觉喔 所以 有没有心 212年治理的台湾 这么久了 还是这么脏乱 50年就可以变这样 所以台湾的经济奇迹是谁创造的 日治时期创造的 喔 再来终于 日本天皇啊 在1945年的时候他下达了诏书 下达什么诏书 1945年的4月1号颁布了明治宪法 从此台湾成为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之一 他依照万国公法跟国际战争法 已经在台湾实施了黄明化 内地延长主义政策 最后他就像是 各位如果有去结婚登记的时候 你的身份证放进去 然后可能三分钟就出来 然后你的配偶兰就多了个名字 的意思一样齁 意思就是 邓英啊 他下达了诏书 颁布了宪法 就表示他在台湾已经盖上了一个 所有权的章了 他依照 国际法问国公法 做了很多的事前的准备工作之后 这个是日本的地图 有没有看到台湾 所以 已经归属了在日本的地图里面了 然后当时他下达了征兵令 然后还有赋予台湾人参政权 那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的意义是什么 当时我们有没有看到 签订下官条约的时候 刚刚那张土地权状 在签订那张土地权状的时候 原本大清帝国的皇帝 不只割台湾跟澎湖给日本 他还多割了一个地方 辽东半岛 结果那时候有三个国家出面抗议 你那个辽东半岛 是大清帝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也就是当时的满清 然后辽东半岛当时叫奉天 所以奉天是当时满清的起源地 因此是大清帝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之一 不能够给你日本天宏 所以日本天皇依照万国公法跟国际战争法 跟大清帝国又签订了一个辽南条约 又将辽东半岛割还回去给大清帝国 所以台湾跟澎湖割让给日本天皇 下达了诏书成为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之一的时候 还可不可以被割让 不行 更何况 从刚刚的下官条约之后到现在 没有任何一个条约有再将台湾跟澎湖给割让出去 所以这就是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因此台湾现在的领土主权还在谁的手上 日本天皇的手上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 我们休息十分钟 清醒一下 谢谢大家